红杜拉斯和中国在邦交短短两个多月之后 就在北京开设了大使馆 红杜拉斯外长雷娜和中国外长秦刚 尽早共同为大使馆主持接牌仪式 秦刚向红杜拉斯致以祝福 并表示两国建交顺应历史潮流 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方愿意在各个领域与红杜拉斯互利合作 雷娜则是承诺红杜拉斯将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也深信双方建交必定能造福两国人民 今年3月26号 红杜拉斯外交部正式宣布与台湾断交 随后就跟中国签署建交公报 这也让红杜拉斯成为中国的第182个邦交国 目前红杜拉斯总统卡斯特罗正在中国进行访问 预计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转松佛隆 将会和中国人策划 红杜拉斯罗正在中国进行许的 通行签划 与文大传摩 中国东西 感谢观看